为什么黄金海马的数量越来越少 这些可爱的海马会不会走向灭绝 这个星期六傍晚六点半的最终档案 让我们一起来拯救海马 为什么黄金海马的数量越来越少 这些可爱的海马会不会走向灭绝 客观分析还原捐相就在追踪档案 您好我是王露彤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追踪档案 普莱河口海草床以及沿河一带 是我国即将濒临绝首的动物黄金海马的栖息地 2003年1月31号 国际湿地工业组织就是因为柔南丰富的原始生态特色 而把规格岛丹隆比埃河普莱河 纳入国际湿地保护区的范围 但是就在最近有环保人士发现 一项石化及海续工业工厂的发展计划 即将在普莱河沿岸展开 他们认为最向发展计划 即可能会冲击到毗临的普莱河湿地保护区 并对黄金海马的生态带来破坏 这里是柔佛海峡的普莱河河口海草床 当地除了是黄金海马的栖息地 也是海洋生物生长的地方 这个海草床除了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海草床 它面积大概有40亿亩 40亿亩的面积可能就是40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且它也是马来西亚唯一有一个黄金海马的海草床 这边的海草大概有10个种类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最长的海草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草 他们英文名叫做tropical eelgrass 它是全世界面具 最多的也是这类海草 这种长的海草 就是黄金海马很喜欢 它用它的尾巴勾在这个长的海草 它就躲藏在这个海草里面 2005年拯救海马协会 开始在普莱河河口海草床 展开考察黄金海马的工作 他们除了记录海马的数量 也采集海马的基因 观察海马发育和成长的情形 今年拯救海马协会 继续在当地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 并把重点放在了解 海马是不是属于多配有制 由于普莱河河口海草床的地理位置很特别 拯救海马协会担心 罗佛海峡沿海岸地区的发展 将会影响这片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新加坡那边也是工业区 有一个垃圾厂在那边 所以这边会有这样的海草床是一个很特别的 普莱河口海草床距离河口陆地大约5公里 在河口东侧是丹宗布勒巴斯国际海港 西侧则是丹宗病发电站 在拯救海马协会的代理下 驱动当然经过了发电站和PTP港口 来到了丹宗病的这一片红树林沼泽地 朱继光表示 未来这里将会产出913公顷的红树林 以进行一项石化鸡海市工业工厂的发展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片很大片的红树林 它是在沿着河流这一带的苏埃坡 我们也知道说最近将有一个发展计划 将会产平这片红树林来建造一些大型的工业区 900英亩 听说那个计划是 根据报告是要做一些大型的工业区 类似那些发电厂 石油 化油 那些被料排屋 船的修理 建造修理 和停泊的地方 Seaport Worldwide有新公司 是从事这项发展计划的公司 当我们有这个MOU和政府的工具 他们要发展计划 这个地区 和化学物化的工具 和汽车 和汽车 汽车 邓小玄 是种旧海马协会的发起人 他认为 由于有关计划 必须产出一片面积庞大的红树林 因此很可能会影响当地的自然生态 这是一片 这是一片涉及大概913片足球场 那么大的一个计划 然后你可以想象一片湿地 它本身是含有 含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 动物啊 双吸动物啊等等的 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环境 它一旦受到破坏后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破坏 朱吉光形容 有关工厂将生产工业气体 合成树脂 油漆 肥料 杀虫剂等的化学物质 由于普莱河沿河的台草床 栖息着许多的黄金海马 朱吉光担心 该工业计划将破坏黄金海马的生态 如果是一些非常大型的工业区的话 贝指责的厂方回应说 他们一直都有严格遵守环境度的规定 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污染的问题 滑皮建设计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stage they will be monitoring constantly done water sampling medication measures to make sure all the impacts that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report will be implemented our company will make sure these are implemented in detail carefully 环保人士认为有关工厂距离国际湿地保护区太过靠近 缓冲区的范围面积太小